欢迎回来即场教脑之日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是我邝晶晶和大家主持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有要财证券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ley 你好 先跟随指数表现 恒生指数现在升55点 是23,148点 成交今天是288亿多 职业期指升67点 23,142点 是低水5点 成交量有32,000多张 这一节家庭观众依然可以打电话来 电话号是204-6566 和传email给我们 ask.bsgroup.com.h 我们的问答环节 会到12点半的既得把握时间 事不宜迟 不如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一位关小姐电话旁边 关小姐 你好 你好 两位早上 问哪一室 想问489东空 未有货 未有货 是否想问何时可以买 是的 好 问问Stanley 现在还在14.26 看到最近的汽车股 沽压比较重 已经调整几天了 你觉得调整这个位置 算是低处微 会不会这个价买入反弹好吗 关小姐 其实看东风 其实想捞底 尤其事件 今天就细上 其实都叫做 轮到她开始下市的 白天线 这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当然你看到东风 本身的 这个整体汽车股 其实这一阶段都比较多的 不利的消息 或者不利的传闻 尤其是对于下年有机会的 退税的补贴可能会在年底取消 加上这个汽车下向 这个之前一直都叫做 挺憧憬的一个情况 都会在这个 可能会在 暂时看回 日年底都会有一个取消 因为对下年 汽车的销售情况 其实或许说少 一定会有影响 尤其是大家看到 汽车股本身 今年来计 其实之前累积的 升幅其实都不小 所以你说 这一个消息 其实对起车股 其实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压力 但我想你说 说分两头看回 其实东风作为一个 内地一个 那么出名的一些 国企劣一些的企业来计 你看到他本身的 增长前来 其实都不小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受到一些 刚刚说的有利的政策之下 其实看到东风 头那九个月 其实那个 利润增长 其实去到八成九那么多 再看回前景上 其实我自己认为 其实对汽车股 我觉得仍然比较身分乐观 当然你说 在政策上 其实就有些 可能要有些 调整 但是你说 本身的汽车行业 或者汽车的版法 其实对内地来说 现在形成了一个 比较受人 即是 叫做重视的一个 的行业 尤其是 这个 就是消费的行业 基本上 然后拉动 基本上是一百个 相关的一些 的版法的行业 所以你说 整体来说 内地都不会 好像 对汽车股 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 一些 不利的措施 我觉得未必 做出来 但当然你说 以今年的汽车增长的 程度 第三天 ہคร Gad torts Chip 就是该换的 消费市 销量 数个 全球领先的一位置 未必 不 Chase 很多 反正 机会 适合 调整的时候 行业 整合 你看 这个东风 有个gan 번째 龙头股 地位 影响的 一定 stuck 但 以利多幣quop 我似~~ 里多坏 他其实比较嫣 剛才說到東空股價 現在是下市的一百天線 大概是14元左右的水平 短的如果可以稍住14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博一博反彈 但大家都知道雖然可以博一博反彈 但大家看到它的稅率還算比較弱 所以就算你說阿關姐 例如14元左右的水平可以嘗試 跟你的現價買我覺得都可以 博一博反彈上去15元或10元以上的水平 但如果它穿了14元或13.8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最好是先行止止時限 因為你所說的形勢上 走的程度都是比較偏弱 如果博一博反彈的話 其實仍然會有少許的風險 好 關小姐還有什麼要問Stanley 沒有了 謝謝你 好 謝謝你的電話 好 我們不如緊接著 看看第二個家庭觀眾的E-mail 有一位James發了E-mail 他問2727你怎樣看 他看見自5.77元開始回調 他還持有的 現在看多少 其實現在的選擇 James我們看到已經升穿了 做5.82元 今天升幅比較好 升了6.5% 看見他一度破頂 怎樣看? 其實我覺得這次比較反覆 所以見到股卡上 都可能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因為本身是上海電器 其實大家都會比較熟悉 尤其是一些電力設備 一個板塊 都會相對比較多人重視 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未來中國 會在一些風電 一些電力設備 譬如環保 或者可載的能源方面 其實都會落得比較重的功夫 所以你身產一些電力設備公司 相對來說 會比較受到別人的注目 上海電器本身 其實都見到 他是做一些電力設備為主 當中有些火電 風電 水電 一些設備 其實看回 主要 其實暫時看 都是做一些 以277來為例 其實他主要 做一些火電的業務為主 風電這部分 其實他做得不太多 當然大家都很憧憬 就是說他本身 未來都會 在這方面的增長前率 其實不會忽視 大家都知道 風電 或者一些水電 這方面都會越來越做得 會比較多 尤其是那個增長前率 應該都相當強勁 雖然股價上 其實之前 都跟著大力士 都停了過去 四個七 四個六這些水平 當逼近這150天線的時候 其實看到 開始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而出了一個比較強勁的反彈 暫時在股價圖方面 其實走勢上 其實都相對比較利好 尤其大家看到 就是每次反彈的時候 一上升的時候 基本上 整個都配合到 反映到這些買盤 都相對比較強勢 前幾天 其實看到股價 曾經似乎一個 十天線 短期的支持 其實都還看到一些支持 還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反彈 小樓上 其實相對比較樂觀 尤其是剛剛說過 這些學業事情上 都相對比較強勁 這些位置的話 其實是三年左右的一個高位 如果有貨的話 暫時看 都還可以先保持 因為始終你見到 小樓依然保持在上升 短期的目標界 大致上可以看 大概配合這些位置 大概是六元 六個三個最平 如果回転下去 如果真的穿了 大概是二十天線 五個三個這位 便可以先行止虧 好 希望Stanley的意見 可以幫到James 六元和六個三個水平 持有 看看會怎樣 另外我們解答一下 Sidan的Email 他都要問很多個 我們逐一解答 他就問33333 他就說 今天有一些好的新聞 他說 有個目標價是五元 問問Stanley 應不應該買33333 這隻股份 恆大地產 現在正在做四個一毫七 升了2% 目標價 你會不會看五元 看回恆大 上市之初 和現在來比 其實股價也有一個 這陣子強烈的反彈 最主要是公司公佈了一些 移民數據 也算是比較理想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大家都不斷知道 內地一直都在做一些措施 希望房價 就不要升得太多 或者是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其實有些措施 他都不是想推進樓市 想要穩佈一個上升 現在也知道 內地可能會出現 新一輪的調控政策 其實基本上 都是一些大家之前都聽過 譬如整理房產稅的措施 其實大家都明白 如果看到之前的央學 中央的思路 基本上他的政策 都會由一個大城市開始 對於恆大 其實他主要都是發展一些 譬如說二三線的城市 所以香港的情況 其實不是太大 而且本身公司的很多營 其實今年已經達標了 所以對恆大的影響 我覺得不是很顯著 所以你看到股價 其實這一陣子 反而都有一個強健的上升 尤其現在都回到之前一個 即是剛剛走到賭的時候 的高位就是4.2 這些水平 走勢上現在 如果能夠突破4.2 這個位的話 其實技術上 可以再試 4.4 或者4.5 這些位置 如果在這些位置能夠站定的話 目標價5 我覺得日中常 其實暫時看到 有這樣的機會 你說會否很快達到 我覺得機會未必是一般 因為未必是太快 看看Sydon的資金 應該怎樣分配 這一節時間 我們就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依然會繼續解答大家的問題 未回答完的電郵 下一節都會繼續回答 記住發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hk 以及打電話給我們 E104-6566 我們稍後會繼續解答大家的問題 記住不要走開 待會見